奧格玛 黑抓兵团的力量所向披靡 哼 我相信你的士兵之后有很多机会可以证明自身实力 在我进去之前 我会变化外表 换上部落所熟知的形态 人形态 对了 我记得大地守护者也会 好 我们到了 厄比西昂 你的盟友呢 信德瑞翠斯 要有耐心 我确定对方一定会好好的 迎接我们 愿智慧指引我 这样也算军服吗 每个人都有多个时刻 各位部落战士 退下 灵行者暗角 真开心能在城门见到熟面孔 虽然你身边的人 看起来很陌生 梅拉 很高兴看到你平安健康 不过晚点再来寒暄 事态紧急 恐怕会危及全世界 我必须陪同这些半农人 会晤部落议会 那就不耽搁你了 请跟我来 士兵 回自己的岗位 灵行者 既然你信任这些人 那么我也没有理由怀疑他们 奥格玛的大门会为他们敞开 我必须陪散开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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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落的力量一向来自于我们的同胞 那我就放心了 不过我要提醒你 如果你们在岛上起冲突 龙后绝不宽容 部落会遵守与联盟的停战协议 为此圣甲守护者会跟探险者协会 在这一次的探索行动中携手合作 我想我们能互相学到不少东西 厄比西昂 别忘了 聚龙群岛也是半龙人的家园 我们想重新追寻自身的历史 并且掌握我们的未来 新德瑞翠斯 这趟旅途由你我的同胞携手同行 同意 我们可以在路上磨练你的战绩 尽管你少了一对翅膀 看来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 来吧 聚龙群岛在等着我们 你好 冒贤者 我会帮你做好前往聚龙群岛的准备工作 重新承接我们的使命 黑龙会再多会尽全力协助你 人形态 是你希望展现在他人眼中的外貌 这是必须由你自己做出的选择 我选择这个人形态 是因为我想跟高领牛头人和平相处 你可以自由选择 很好 招出你心中的形态 我们一起合作 都是为了爱德拉斯 我们这个世界和暗影之境的帷幕 已经被撕拥了 要来比试一下吗 为盟友牺牲奉献 如果你有问题想问 我有答案 记得注意有趣 你先去召集探险队的成员 我会在飞船那边等你 我会在飞船上 是 假讨线 目 ìììì move 我 我 那還等什麼 我們出發吧 你好像蠻有本事的 你說巨龍群島 能加入遠征隊是我們的榮幸 我會召集最厲害的工匠 然後為這趟旅程做好準備 有好多東西可以拍 多麼難得的機會啊 想像一下喔 龍群多少年來累積收集的神奇文物 我會召集我們最棒的學者參加你的遠征隊 我愛死這邊的野生動物了 這應該行得通啊 這應該行得通啊 願你晴空萬里 乘風翱翔 很高興有你這種效率好的夥伴 啊 你的專長派得上用場 記住 探索的過程充滿魔力 有敵人 衛兵 拿下這個巫師 別緊張 怕是我們的盟友 錢原諒我這樣貿然現身 但是我有個非常緊急的消息 這個世界 怎麼這麼快就見面了 朋友 你不是去了巨龍群島嗎 大事不妙了 卡德加 危機要來了 卡里戈斯 怎麼了 一切來得太快 怒西昂塔 畢竟太年輕 勇敢 卻不自量力地想出手阻止 可惜來不及 風暴災禍 風暴災禍 已經重現人世了 他很可惜 他很可惜 誰 他有一個人 非常可惜 誰 他們 有個快 人 他們 相 他有什么来头 他叫拉萨格斯 他是最年轻的洪荒化身 洪荒化身 他们是四个追求元素力量的狂热信徒 守护巨龙诞生之初 我们接受了泰坦的恩赐 他们却没有 紧接着爆发的战争 十分惨烈 我们最后联手使出全力 才流放了他们 既然这么危险 当时怎么不消灭他们 我们曾经情同手足 我实在不忍心下手 时间并没有平息他们的怒火 此时此刻 如果他释放了同胞 我们根本阻止不了 要是一位狄克龙的残暴也重现 我们别无选择 如果想再次保护这个世界 各大军团的守护巨龙 必须重拾力量 卡德加 龙后的心意已决 但我们才开始重新认识自己 要是我们不寻求外援 那恐怕 想要建立安稳的未来 很困难 这样看起来 就连其他的种族 也得相应号召 一起面对 这场风暴 要来 吃一下吗 有网友牺牲奉献 是奈萨利奥 他下达了最后的命令 送我们回寓所 他背叛了我们 然后叫他的同伙 玛丽狗斯施展法术 让我们沉睡 并由他的蓝龙看守 我们就这样被遗忘 被遗弃在这里 直到洪荒使者回来 强行救出拉萨格斯的时候 才醒过来 诺泽多姆有没有告诉你 我们被禁止了多久啊 近乎两万年 在我们沉睡时 龙族兴起衰落 世界遭逢巨变 就连守护巨龙 都牺牲了自己的力量 为了阻止奈萨 阻止死亡之意 而且我们只能仰赖自己 在这个世界寻找 半龙人的栖身之所 也许会在巨龙群岛 也许会在别的地方 全剑之处 还要继续下去 我们的王国日益 自从我们的部队 从暗号之境回来后 时间静悄悄地 过了好几月 看来这种日子 快要结束了 亲爱的 没错 我们很幸运 能暂时脱离危险和苦难 度过这段幸福的日子 要不然 你恐怕又会用其他借口 来拒绝我的求婚了 拒绝你的求婚 萨利瑟拉 当初是我 先开口要求你嫁给我的 啰嗦马赛龙 你满脑子只有职责 就算银月城 只是有幅画像歪了 你也会选择 延后我们的婚礼 幸好我们两边王国的人 都见证了我们交换结婚誓言 要不然我还怕 你否认这件事呢 否认了这辈子 最快乐的一刻 绝对不会 无论日游过何交替 景物如何轮转 我这辈子 都会永远爱你 萨利瑟拉 我也爱你 就算来再多的龙 也挡不住我们的爱 我是费恩 凯恩之子 费恩你看起来很烦躁 你是否在担心 那些龙带来的消息 不是 只是看到部落和联盟 都各自响应了号召 让我想起那些 许久不见的朋友 抱歉 我知道安杜因 无论恩跟你的关系 他一直都没有跟你联系吗 好心的葛雷迈恩国王 一直有抽空回我信 他说 时不时会有目击到 安杜因踪影的报告 但是全部都无法证实 安杜因在暗影之境 经历许多折磨 看来他还是没有做好回家的准备 他需要时间 大地之墓会指引每个人的道路 虽然不一定会指向我们想走的道路 但有时 却是我们必经的道路 有耐心点 等时候到了 你的朋友自然会回到爱他的人身边 梅拉 谢谢你提醒我这件事 也谢谢你的好意 不客气 贝恩 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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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会提醒我 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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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客气